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处都是敌人的搜捕和暗杀 其危险程度可见一般 称其微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也不维护 在我党早期 尤其是1927年之后 革命形势尤为严峻 1929年 李克隆 钱壮飞 府邸三人 设法打入国民党内部 又李克隆担任组长 经过陈庚和中央联系 1931年4月 中央客车负责人顾顺章被捕 随即叛变了 顾顺章的职位在李克隆之上 即掌握着我党在上海的几乎所有联络点 包括中央领导人的地点 他的叛变等于是釜底抽薪 我党在上海的情报工作 有连根拔起的威胁 当时顾顺章 正由武汉押往南京见蒋介石 不仍未到 但电报先到了 射封电报 被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获悉了 钱壮飞看见这个惊天的消息后 立即想办法告诉了李克隆 由于当时是周六 不到和陈庚街头的时间 于是 李克农院找江苏省委 一个个地点挨着着 终于联系上了陈庚 最后 陈庚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最后 周恩来迅速转移了全部的人员 切断了与顾顺章的一切联系 在上海的各个机关全部退出上海 这一次 可以说是伤筋动骨 1931年4月27日一早 顾顺章就带着国民党的人前往各个据点 结果是人去楼空 最为有意思的周恩来化妆成女人 陈庚化妆成一个老者 和国 民党的特务在楼岛擦肩而过 后来 郭民党觉得顾顺章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在1937年便把他枪毙了 而在1937年12月 李克农就被任命为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 主要负责情报和电台工作 建国后的1950年 军委成立了情报部 李克农担任了第一任部长 在大寿贤时被授予的上将贤 然而在1957年10月25日 却因老医血处院 1962年2月9日 李克农因病在北京去世 周恩来等领导 到医院乡气遗体告别 据说当时美国情报部门 获西里克农病逝后 竟然高兴地放假休息三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7月7月39日 短导 10月25日 短导 2月10日 年轻导 2月18日 钭导 2月15日 刀善 1月1月1日 钭导 2月1日 钭导 2月26日 钭导 2月7月 钭导 2月18日 钭导 2月20日 钭导 2月1日 钭导